接下来看有限合伙企业 那么有限合伙企业 我们把握设立运营 重大变化过程中的特殊规定 注意全程只要能联想到 普通合伙企业怎么规定的 怎么一定联想出去 好先来看设立 第一个要找靠谱合伙人 数量是2到50 另有规定除外 那普通合伙企业 合伙人数应该是大于等于2人 有限合伙企业 怎么是2人以上50人以下 这第一 第二有限合伙企业 至少应该有一个普通合伙人 如果只剩有限合伙人的 就要解散了 合伙企业是非法人型企业 起码得有一个人在承担无限责任 如果没有人承担无限责任的 全都是有限责任的 那这个企业就要解散 有限合伙企业 那我们要转为普通合伙企业 因为有限合伙企业的特点是两类合伙人要并存 所以仅剩普通合伙人 我们就要转为普通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企业至少有一个普通合伙人 没有解散 如果剩下的全是普通合伙人 转为普通合伙企业 第三我们就熟了 国有独资公司 国有企业上市公司 公益性事业单位 公益性社会团体 不能当普通合伙人 但可以成为有限合伙人 好往下走 要标明有限合伙字样 不再解释了 普通合伙人可以劳务出资 有限合伙人是不得劳务出资的 所以有限合伙人 他虽然有这种承担有限责任的便利 但是他就不能享受劳务出资的邀会了 好再来看强制补缴 有限合伙人应该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 按期组额缴纳出资 没有按期组额缴纳的 要补缴对其他合伙人承担违约责任 那么这个是强制补缴 一定要补 普通合伙人就没有这个强制补缴的规定了 因为怎么的他都得承担无限连责任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哪个表述是错误的 A 除法律另有规定外 有限合伙人的人数是不能超过 200人 首先吧 真是有限合伙企业的人数2到50 这2到50里头有普通合伙人 有有限合伙人 还不是有限合伙人人数2到50呢 何况你这都不是说2到50 是说200 B 国有独资公司 国有企业 上市公司 公益性事业单位 公益性社会团体 不能当普通合伙人 这是对等 C 法人及其他组织 可以依法设立有限合伙企业 可以的呀 只要你不是 在国有独资公司 国有企业 上市公司 公益性事业单位 公益性社会团体 然后去当普通合伙人就行 所以依法设立 是正确的一个说法 起码不错 对吧 你这个法人其他组织 你只要不是那五种人 然后 就算是那五种人吧 你只要不当有限合伙人 就行吗 D 有限合伙企业 只剩普通合伙人的 转为普通合伙企业 对的呀 所以这个题错的 只能选择A选项 假 公益性社会团体 和王某 共同出资 设立一个合伙企业 经营文具用品 两年后 亏损 不足清场债务 那么 有关合伙人 责任承担 我们在第一单元 就讲过了 对不对 但是这个地方呢 他埋了一个坑 因为假设 公益性社会团体 他只能当 有限合伙人 王某 是个普通合伙人 这个责任承担规则 并不稀罕 前面第一单元 我们就介绍过了 这道题稀罕的是 我们不告诉你 假设有限合伙人 王某是普通合伙人 但你自己就能退出了 国有独自公司 国有企业 上市公司 公益性事业单位 公益性社会团体 是不能当 普通合伙人的 所以他只能当 有限合伙人 好 我们看一下 这里头 因为假设有限合伙人 所以就是 任脚的出资格 违线承担责任 A是对的 C是错的 假设有限合伙人 王某就必须是 普通合伙人 否则这合伙企业 就黄了 对不对 所以他是无限责任 而不是有限责任 选择AD两个选项 好 这是设立 紧接着 有限合伙企业的运营 那我们先来看 合伙事务执行的问题 首先 合伙事务是 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 有限合伙人是 不得执行事务的 那可以由 全体普通合伙人执行 可以 有约定要约定 没约定一致同意 来决定由 一个数个 普通合伙人执行 好 往下走 有限合伙人 发生下列行为 是不是为执行事务的 叫安全港条款 那什么行为呢 参与决定 普通合伙人的 入退货 入退 第二 对企业的经营管理 提出建议 只能是提议 不能够 直接参与 直接参与经营管理 有限合伙人 对合伙企业的经营管理 提出建议 是OK的 不是为执行事务 然后紧接着 参与选择 承办 有限合伙企业 审计业务的 会计日售所 但只能是 参与选择 而不是独立决定 第四 获取经审计的 有限合伙企业的 财务会计报告 获报 第三 对涉及自身利益的情况 查阅有限合伙企业的 财务会计账户 查账 查账这个事情 大家一定要清楚 涉及有限合伙人利益 你才能查账 不涉及的话 有限合伙人是不能查账的 但普通合伙人 查账就没有这个要求 不管你是执行事务 不执行事务的合伙人 都有查账权 来 在这里我们巩固一下 因为到公司里头 我们还有查账的问题 合伙企业的这个查账 这个普通合伙人 是都可以查账 不管他执行事务 还是不执行事务 不管他是为自己利益 还是为其他 反正没有要求 他可以查账 那如果是有限合伙人 必须是为自己利益 才能查账 为其他目的是不能查账的 但有限合伙人 没有执行事务的可能性 好 这是涉及自身利益的情况 第六 在有限合伙企业中的利益 受到损害 向有责任的合伙人 主张权利 或者提起诉讼 这个是为自己利益而诉 然后第七 执行事务的合伙人 待遇行使权利 督促其行使权利 或者为了本企业的利益 以自己的名义去提起诉讼 这是第二个诉 是为企业利益诉 然后依法为本企业提供担保 担保 担保这个事情 大家一定要区分 两个层次 如果是以企业名义提供担保 以企业名义为他人 在我提供担保 是有约定爱约定 没有约定要经过一致同意的 那如果是 为本企业提供担保 这个是 不视为执行事务 以企业名义为他人债务提供担保 有约定爱约定 没约定一直同意 如果是 为本企业提供担保 不视为执行事务 好 那这个八个 不视为执行事务的 这个安全款条款 那么我们是经常在考的 入退 提议 会计所 货报 查账 诉 诉是两种诉 为自己利益诉 为企业利益诉 担保 好 紧接着 如果第三人有理由相信 这名有限合伙人 是普通合伙人 然后与之交易的 有限合伙人就要承担 和普通合伙人同样的债务 照成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这个呢 举个例子 大家知道他说什么就可以了 贾乙丙丁 共同投资设立 A 有限合伙企业 贾乙是普通合伙人 而且贾长期负责和客户B公司的 往来交易款项 21年的1月20号 贾转为有限合伙人 但这事没有告诉B呀 所以B眼里贾还是那个贾呀 所以又紧接着贾 你A名义来找他订个10万合同的时候 他就订了 但这时候贾已经是个有限合伙人 那不管 只要站在B的角度 我有理由相信他仍然是普通合伙人 那么未来就是贾乙无限联大 并定有限 好 所以这里头我们把它理解清楚 就可以 好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有限合伙企业执行事务合伙人相关的几个小规定 首先如果合伙企业约定数个普通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 那么这数个普通合伙人就都是合伙事务的执行人了 但是合伙企业没有约定的情况下 有限合伙企业的全体普通合伙人是合伙事务的共同执行人 好 紧接着 合伙事务执行人 首先他有一般合伙人相同的权利 其次呢 因为他执行事务 所以他要接受监督检查 事务执行过程中要谨慎执行 那么谨慎执行就不用赔偿 没有谨慎执行 因自己过错造成损失了 那就要对企业其他合伙人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好 第三 事务执行人可以就执行事务的劳动付出 要求企业支付报酬 对报酬的支付方式及其数格 协议规定全体合伙人讨论决定 有约定案约定 没有约定决议等于是 好 那我们看一下20年的这道单项选择题 根据规定 下列有关有限合伙企业合伙事务执行人的表述中 要承担赔偿责任 那你要看为什么造成财产损失 如果他是谨慎执行的过程中造成财产损失的 他是不用赔偿的 如果他是有过错造成财产损失 那就需要赔偿 第一 合伙事务执行人不得要求合伙企业就受执行的劳动来付出报酬 不对他可以要报酬的 所以这个题正确的只有A选下 最坑人的就是这个C选下 一定看好 谨慎执行 你是不用赔的 但是不谨慎执行 过错造成损失那当然要赔 好往下走 利润分配 咱们有限合伙企业 不得将全部利润分配给部分合伙人 另有约定除外 那到底能不能 能 能约定把全部利润分配给部分合伙人的 就是 立法他推荐你不要这么做 但是的确可以这样做 来我们看这个表 把全部和部分 傻傻 但是要分清楚 普通合伙企业 是既不能把全部亏损 由部分普通合伙人承担 也不能全部利润分配给部分合伙人 这两个全部部分都是不得到 有限合伙企业是 可以全部利润分配给部分合伙人 我这是产业基金进来当有限合伙人 我就要求头几年的利润归我 然后我分享了这个资金的对价之后 我就我就走了我要退出了 这种事情很常见的 所以一定要傻傻分清楚啊 我们这个有限合伙企业缺钱了 来个投资基金进来 他带钱进来 资本进来 他是要收益的对不对 作为有限合伙人进来 然后头几年的利润分给他 然后他就走了 有限合伙人财产份额转让 也相对比较方便 对不对 进来要利润让你用几年资金 轻松的退出 有限合伙人往往是各种各样的投资基金的 可以约定全部利润分配给部分合伙人 但是法律不推荐这么做 所以他就说不得但利润约定除外 你评评 那能不能把全部亏损 由部分合伙人承担呢 哎 有限合伙企业 本来就是只有普通合伙人承担亏损 只有普通合伙人要掏腰包填亏空档 有限合伙人没这事 有限合伙人百万一把不承担亏损 普通合伙人呢 只要是普通合伙人就得无限连带 不能由部分普通合伙人无限连带 其他普通合伙人不如普限连带 所以不能约定说部分普通合伙人承担全部亏损 不能 两个层次 您理解清楚 好 紧接着是交易竞争 有限合伙人除非协议令有约定 否则与本企业交易是自由的 从事相竞争业务也是除非有约定 否则竞争是完全可以干到 像我们刚才说这个产业投资基金 他进入有限合伙企业当中 当有限合伙人约定把这个头几年的利润都分给他 这是其一 其二 这个有有限合伙人啊 这个产业投资基金进了 他并不是只在你这家企业的 他同行业 什么生物医药企业什么的 同行业的企业他投了非常多 他的目标就是投资嘛 他看中这个行业 一条街同行业的企业都投资了 除非你的合伙协议禁止 否则他就是OK的 他没有问题的 但你要普通合伙人就不行了 普通合伙人是绝对不能从事相竞争业务的 所以交易和竞争可以另有约定除外 有限合伙人身上是这么规定的 那财产份额出置 有限合伙人也是可以出置 除非你另有约定 普通合伙人呢 要全体一致同意 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才能够出置 所以吧 在这里要对比 首先是交易 普通合伙人与本企业进行交易 是有约定案约定 没有约定要经过一致同意才可以 有限合伙人同本企业进行交易 是可以除非约定禁止 这是交易 然后紧接着竞争 竞争 普通合伙人 他是百分之一百 不能从事相竞争业务 有限合伙人 他是可以另有约定除外 财产份额出置 出置普通合伙人是要经过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的 有限合伙人呢 他是可以另有约定除外 是不是不一样的 随机三个经常考一定要区分好 那么财产份额除了出置之外 我们还会谈到转让 有限合伙人财产份额转让 有约定案约定处理 但不管怎么约定 起码要提前三五天通知 财产份额也有可能被强制执行 通知全体合伙人 其他合伙人有优先购买权 好我们看一下 21年在这个地方 谈到的一个单项选择题 说至少提前多少天通知才能转让 提前三天 有约定案约定 但不管你怎么约定 起码提前三十天 包括这个通知退货 没有合伙协议的期限 没有合伙期限 不给合伙受执行造成鼓励影响 提前三天通知就可以撤 好再来 下列各项中属于有限合伙企业 合伙协议可以约定的 A 有限合伙人对外代表企业 那不能 他绝对不能执行事务 绝对没有代表权 B 有限合伙人想要全部企业利润 这个可以的 不得约定 但另有约定 不得把全部分配给部分 但另有约定除外 还是可以约定 C 有限合伙人完全不承担企业债务 不 他是有限责任 这个D 有限合伙人执行事务 不可以 A和D是同志的 选择B选项 再来 下列各项中 属于有限合伙人可以重视的 对外代表企业 这个不行 没约定的情况下 同本企业进行交易 这个是可以的 劳务出资 这个不行 没约定的情况下 从事竞争业务 这个可以的 B递两个选项 再来 没有约定的情况下 有限合伙人对外转让财产份额 正确的 那 没有约定是提前三天通知 有约定 至少也要满足提前三天通知 选择递选项 好 假设有限合伙企业的有限合伙人 把财产份额出置 没有约定 表述符合规定的 那我们知道 有限合伙人的财产份额出置是 可以另有约定除外 对吧 没有约定的话 无需其他合伙人同意啊 你要改成普通合伙人的话 就是 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了 选择B选项 好 那这个是我们谈到的运营方面的事情 紧接着 有限合伙企业的重大变化 那么这里只讲特殊的 你比如说当然退货 写诗写了四条 其实就是想强调那两个能力 上市产在能力 普通合伙人是当然退货 有限合伙人不必退货 上市民事行为能力 那么普通合伙人要考虑 能不能转为有限 不能转他就当然退货 有限合伙人是不必退货的 这个我们前面讲过 那么资格继承方面 普通合伙人死亡 要继承普通合伙人资格 自己愿意别人同意还得有资格 有限合伙人呢 这个是直接继承就可以的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四个内容 责任 那么首先我们前面 在第一单元当中已经谈到 有限合伙企业当中 普通合伙人是对合伙企业 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 有限合伙人是以他认缴的 出资格为限 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责任的 以认缴的为限 一定不能改成死角 那么新入伙的有限合伙人 对入伙前合伙企业的债务 他也是要承担责任的 你认缴的出资格为限承担责任 那我们看一下20年的这道单项选择题 假以共同设立一个普通合伙企业 丙以有限合伙人的身份入伙 丁以普通合伙人的身份入伙 那么丙丁入伙后 对入伙前债务承担责任的表述 中确的是 丙他不是不承担 他是有限合伙人吗 那我们就是以认缴的出资格为限承担责任 丁他不是不承担 他是普通合伙人 他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所以这个题选择必选下 好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第三个内容 谈到有限合伙人退伙后 对基于退伙前原因发生的 有限合伙企业债务 肯定是有责任的 关键是拿什么来承担责任 拿退伙时从有限合伙企业中 取回的财产承担责任 那这个以取回的财产承担责任 大家一定理解好 比如说 甲 乙 丙 丁 四个合伙人 共同投资设立A有限合伙企业 甲乙是普通合伙人 丙丁是有限合伙人 甲丁当时都是出十万投资设立的A 好 慢慢的这个A经营壮大了 可能有二百万的资产 然后呢 他又欠了B 一百万的债务 好 这时候 丁说我不想玩了 我要退伙 那么在丁退伙时 A如何来给他进行退伙结算呢 那很可能是 二百万的资产减去一百万的负债 所有者权益一百万 那损益分配规则是什么呀 没有约定 假定协商不成 那十脚出资比例 他们当时这十万都十脚了 所以就是拿回所有的权益的四分之一嘛 那么丁会拿回去二十五万对不对 好 在这里你一定要看清楚 咱们丁当时投进来是十万 现在拿回去是二十五万 那未来要是承担责任的话 他是拿十万来承担 还是拿二十五万来承担 拿取回的财产 好 那这个时候我们算的是什么 算的是退伙十 他的所有的权益 还有一百万 然后丁可以取回四分之一 二十五万 如果丁一种 大家就玩不下去了 这个A企业的财产就只剩下六十万了 你不管他怎么完剩下六十万了 反正到了B的债务到期 B的债权到期的时候 A就剩六十万了 怎么办呢 这六十万先拿出去还呗 还完之后还有四十万不足清差 怎么办 这四十万 B当然可以找家一样 没问题 两普通合伙人无限连带责任嘛 这四十万没有饼的事 他的责任财产就在这六十万里 这六十万还掉了 就没有他事了 他不用再掏腰包了 但是这四十万有没有丁事 有 这六十万里 丁的责任财产已经不在了 丁退伙了 丁的责任财产在这儿呢 二十五万 所以丁要在二十五万的范围内 对B承担责任 好 这不足的四十万怎么办 看清楚 甲乙继续无限连带嘛 所以他就是 可以找甲乙要四十万 可以找乙要四十万没问题 B可以找他们这么要去 找丙要不着 丙是有限责任 已经承担完毕了 丁虽然也是有限责任 但是他的责任财产 不在企业的六十万财产里 在他家里那二十五万里头 所以那二十五万的责任财产 就拿回来 承担有限责任 这叫以取回的财产来承担责任 而不是以当时出之内十万来承担责任 也不用承担所有的四十万 好 这是我们谈到的 这个取回财产怎么来把握的问题 看一下21年的这道单项选择题 假以设立有限合伙企业 假是普通合伙人 也是有限合伙人 那么企业经营一年之后 产生了二十万的债务 现在以退货 并入货 这个退货了 这个并是进来当有限合伙人的 退货的有限合伙人 对退货前到这二十万 以取回的财产为限承担责任 新入货的有限合伙人 对这二十万 对入货前的这二十万 认脚的出资个违限承担 有限责任 对吧 你认脚的违限 好我们看一下 以退货的 取回的财产 并以认脚 他不是不承担责任 他也不是以施脚 所以只有必是可学的 好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 身份转变的问题 也就是普通合伙人 转为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转为普通合伙人 要怎么处理 先说规则 那么有约定 按约定 没有约定 要经过一致同意 紧接着责任承担 那如果有限合伙人 转变为普通合伙人 我们讲 只要他目前的身份 是普通合伙人 那么全阶段 无限连带责任 全阶段都是无限连带责任 不管当有限合伙人 期间的债务 还是当普通合伙人 期间的债务 都是无限连带责任 但如果普通合伙人 转变为有限合伙人的 那就是分阶段承担 当普通合伙人 期间的债务 是无限连带责任 转为有限合伙人之后 才发生的债务 他就只承担有限责任了 叫分阶段承担 所以你就盯住 目前的身份就好了 目前是普通合伙人的 自始至终 所有债务都是无限连带的 目前是有限合伙人的 就分阶段承担 好 那这个地方也是经常考的 我们看一下这道单项选择题 20年3月份 贾一秉丁成立一个有限合伙人 贾是普通合伙人 以秉丁是有限合伙人 那么11月份欠银行30万 最后到宣告破产的时候都没有还 那么12月份 并转为普通合伙人 他是先转为普通合伙人 后被宣告破产 最讨厌出题老师倒着说 但是你看他的日期是能看出来的 对不对 这个11月份欠了30万 然后12月份并就转 那这30万是他转为普通之前的债务 对吧 然后到了12月 不 隔年的1月份就被宣告破产 是这么一个时间顺序 那么对这30万的银行债务 责任是怎么承担的 咱先把破产的事儿磨磨 先把这个转变性质的问题解决清楚 首先 这个不动的是谁 不动的是甲乙和丁对不对 甲原来是个普通合伙人 乙是个有限合伙人 丁也是个有限合伙人 这不动 所以甲对这30万是无限连带的 乙丁对这30万是有限责任的 这个我们先确定下来 甲是无限连带 乙丁是这个有限责任 然后看丁 丁是转为普通合伙人 我们讲有限转普通 全阶段无限连带 所以这个丁就跟甲一起去无限连带了 好 这是第一个层次 把转的事情解决掉 现在被宣告破产了 宣告破产了 那种无限连带的人 还得阴魂不上 接着无限连带下去 所以就是甲丁无限连带 乙丁是有限责任 所以甲丁无限连带到 应该是要么A要么C对不对 A和C 他们俩差别在哪 A一定是刃脚为限 C一定是死角为限 那应该是刃脚为限 对 所以这个题就选择A选下 两层 不三层 还有刃脚死角的问题呢 这个题很经典的 好 那谈到这里 第五章全部的内容 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完毕了 那么第五章最后 给大家复了三个总结 这三个总结 自己看就行了 我不挨个给大家展开 但是他把我们第五章 很多核心考点 都给大家归结在一起 你比如说这个表格 普通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在各种事项上的区别对断 他都不是看的问题 是您应该把它删空了 自己填对 然后再把我的奖励 拿出来对一遍的问题 如果这个表填熟了 应该七分的合伙企业 法律制度的分值 起码一半就进账了 然后紧接着 合伙人对企业债务的责任 普通合伙企业 所有合伙人 对所有企业债务 承担无限人贷责任 特殊普通合伙企业 特殊债务分别处理 其他债务按一般规则走 有限合伙企业 普通合伙人无限人贷 有限合伙人是有限责任 所以我们讲 普通合伙企业是两个所有 特殊的普通合伙企业 是因债而分 你要看看 这个债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有限合伙企业是因人而异 看他的身份是普通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这是企业类型角度 合伙人角度 一般普通合伙人就是无限联大 但有二般的对不对 那个非肇事的普通合伙人 特殊普通合伙企业中 职业活动 故意重大过失引发的债务 肇事者无限责任 无限联大责任 非肇事是有限责任 有限合伙人一般就是有限责任 但是万一第三人 有理由相信他是普通合伙人的 他要承担跟普通合伙人同样的责任 这都讲过前面给大家念叨过 把握一下 然后就是把大家各种很繁琐的这个同意 有不看约定直接一致同意的 有过半数同意的也不看约定啊 有约定案约定没约定一致同意的 还有什么 法律没规定的 那一人一票全体过半数通过 也给大家总结在一起 所以这三个总结大家去看熟 除了这三个总结之外 主要是我们这个退伙的问题 我们这个设立时候 今年新增的就设立程序啊 设立登记 注销登记那一块 有一些其他的内容 所以这三个总结先摸属再说 好 第五章我就给大家聊这么多 谢谢大家